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段影像 我会让你幸福 一首歌 是这一句话 信度才是最重要 便是你我的街头暗号 再次见到你 世都别来无恙 早起来的星星也在流离发光 我之后也没继续加油 只要你坚持 一切都有可能 我会坚守在教育这个岗位上 传递你们的爱和责任 再次见到你 我们彼此凌望 然后看向共同的远方 京都念测安 再次见到你 待会儿见 京都念测安 再次见到你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京都念测安 冠名播出的再次见到你 何处健康好费 品味时光之味 京都念测安 我们不知道4.2光年外的新太阳 会带来什么样的家园 持续2500年的漫长宇宙之旅 史称 流浪地球家 2019年 一部国产科幻大片 流浪地球 引发全民热议 许多网友经探到 流浪地球 开创了中国电影 科幻元年 然而回望上世纪 中国科幻电影 早已登上迎评 尽管电影特效粗糙简陋 却给那个年代的人们 带来了新奇的体验 在这些开启人们想象力的科幻片中 一部叫《霹雳贝贝》的 儿童科幻片 成为了8090后的青春回忆 您记忆中有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霹雳贝贝》吗 看过 看过 我看过 我看过好几遍 为啥呀 因为特别有名了 看那个游乐场 手 然后一指 各公标一路一边 然后就不能玩了嘛 完了他还能玩 就自己去发电可以玩 发录的时候 啊 1988年上映的《霹雳贝贝》 是中国首部儿童科幻电影 一个叫贝贝的小男孩 意外获得了外星人带来的超能力 带电的双手 贝贝用这双神奇的手 制服了坏人 恢复了老人的势力 看上去神通广大的贝贝 却有些难过 他永远要戴着一双红色手套 不能和小朋友玩耍 甚至被抓进了研究室 电影的最后 贝贝在《薇薇》等朋友的帮助下 成功召唤外星人 去除了他体内的超能力 过上了梦寐以求的 普通却快乐的童年 33年过去了 小机灵贝贝的扮演者 早已消失在观众视野 告别荧幕的他 现在过得怎么样 电影当中呢 贝贝最后是放弃了超能力 获得了真挚而平凡的友谊 现实生活当中 贝贝的扮演者张金 同样也放弃了演员的身份 他又获得了什么呢 现在我就在他工作的地方 33年过去了 贝贝到底变成什么样了呢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吧 好熟悉的剧组的工作场景 这个吧 这个圆圆的头 圆圆的眼 圆圆的眼镜 这叫贝贝吧 行吗 贝贝 刘备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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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是张金老师吗 你好 你好 张金老师您好 我是湖南卫视 再次见到你主持人楠田 找我把老子的台车里边送一下 没事您先忙 拿个摊子吧 再来先帮我一下 没事 没事 您忙 那个等候我们再聊 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我以为还是像 我对张静老师的印象还是 电影当中那个 很活泼的 颜色鬼的上男孩 戴着眼是一个 颜色鬼的 很重的中年之子 听起来是 原来的脑袋 原来的眼睛 原来的眼睛 不论是原来的 怎么今天走越远了 我是不是追一追她 刚才她要收摊了 她不会再回来了 我们去看一下呗 我们走吧 我们快快快走 我感觉要直到上坡 一路了 好 等一下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对 这边啊 谢谢你 遇到了好心的大股 哇 总算找到了 只案 Sat 还应该有先 好 来 左点吃饭了 switch 走走 soci 走走走走走走 张老师事务了 Savage 辛苦了 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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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哈哈哈 身边知道您曾经是霹雳贝贝的人还多吗 同学啊或者是亲朋好友知道的 就是基本上没问题 我从来也不懂 组里面的那个小伙伴们知道吗 我也没有人 也不知道 没跟他说 就是做这个声音导演做多少年了 我从2001年开始大学毕业之后 就干那个 就20年 曾经那双带殿的双手 如今已成为录音师的神奇双手 从庆祝建国60周年大阅兵 70周年大阅兵 到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 因为张晶老师的双手 我们才能身临其境地 感受到现场的热烈 众多影视剧中也有着他的参与 朋友们戏称他为 参与过千万级项目的顶级录音师 因为我们小时候 我是看过您的作品的 就是《霹雳贝贝》嘛 那个时候就觉得 我说贝贝以后应该就是 仍然是成长一个专业演员 但是后来发现 您自己的选择是您转行的 你说有没有觉得放弃做演员 这个事情自己觉得有一些遗憾呢 不是我放弃 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吧 怎么会 你看我这个儿也没长起来 然后形象跟他完全没法比 所以自然条件不够我觉得 当时要考表演戏成功率几乎是零 审时度是参与照自己的条件 我觉得还是可能幕后 可能学的录音可能对我来说更适合一点 这个地方是小岳河公园 这地儿对于您来说 您觉得哪儿特别有什么意义呢 有一种特别的记忆 就是这个桥 桑桥就是当年《霹雳贝贝》 一个场景的拍摄地 跟老爷相遇的两个镜头 是在这个桥拍摄的 就是在这儿拍的 对 如果我们摄影机放在底下面 就能复原当年那个影片里 一模一样的场景 是吗 我走走试试 好 可以 再次呈现三十三年前电影的经典场景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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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扶我一下 老爷爷 老爷爷 您怎么 老爷爷 您怎么了 老爷爷 您怎么了 我要 我不能扶您 我扶着您的肝吧 行 您跟着我走 跟着我声音走就行 谢谢小朋友 您还是听我的声音吧 挂着我快速好 挂着我快速好 这么大的雨您去哪儿呢 吴踏四 吴踏四 我认得 老爷爷您跟着我走 这点有个拐弯 谢谢 慢点慢点 谢谢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能告诉您 我的名字叫红领金 这样 那好吧 谢谢你雷锋同志 演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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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 像经典致敬 还有自己的原创 做好 面前的这条小路就是 通往电视学院的必经之路 那会儿我们几乎天天走 所以这一片您太熟悉了是吗 对 这是电视学院 那边隔着五百米就是 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原址 哦 我们小时候那个 包括跟小龙人 一个表演学校都在那儿 跟小龙人是同学 对 我跟小龙人是同学 哇 屁立贝贝跟小龙人是同学 是 这末幻联动 是 张晶老师告诉我们 他放弃演员从事录音师 其实是因为一份热爱 而这份热爱就藏在他的工作室里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的地方 我父亲呢 他是画油画的 其实是他的画室 一部分的地方 做我的这个工作室 请进 在这里 对 这是排量厅 王老师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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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主持人 我是虎南卫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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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 很高兴见到二位 好 我们今天跟拍张老师一天 八十春下午有朋友来着 一起玩音乐 对 这是一间操作室和控制间 哇 您有音乐梦想吗 对 是有音乐梦想 是 但是因为 但是因为就是学习音乐学晚了 没有练成童子工 我是从十一岁开始学的 有点晚 有点晚 而且一开始可能基础打得不老 直到我拍完霹雳贝贝之后 又参演了另外的三个电影 还有一个电视剧之后 用那个片酬攒的钱 卖了几架钢琴 所以其实霹雳贝贝对于您的这个音乐梦想 也有了最初始的助力 对 是的 您现在的音乐梦想是啥 能跟我们那些朋友们一起登台 但我这个业务能力还不行 他们都是专业的嘛 就是那种要穿的非常正式的那种 对 是 您觉得 但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对我来讲 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大的目标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实现吧 你一聊起音乐 您眼睛都亮了 是吧 所以像刚刚这些朋友来 是会定期到您这儿 你们一起合作 对 是 我们上次是五月份 五月份在这儿合作了一次 现在来了我们 好 咱们去看看吧 去练练 好 已经开始了 淡出荧幕的张晶老师 收获了对音乐的热爱 因为对音乐情有独钟 他也选择了与声音相关的录音师工作 工作之余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和朋友们 一同演奏热爱的音乐 双方馆和钢琴 原曲是长笛的 后来徐老师改编成双方馆 刚刚我看了私下可能我们镜头没记录到 您叫张老师叫贝贝 对对对 是哪个贝贝 就是那个 就是宝贝的贝 是贝贝的贝 就是贝贝贝的贝 也可以是宝贝的贝 这个是因为我小时候就醒醒这个电影 中国那个拍那个科幻电影 很少就那一个 我小时候我七零后 都是七零后 所以就会比较关注那个电影 当时你们演奏 我觉得张老师是什么样 特别随和 而且我觉得张老师对这个音乐心 很少能听得到 嗯 那我们再录过一次曲子 然后录到哪个地方有问题 然后录到哪个地方有问题 就觉得录得特别高点 生活当中 它是很腼腆的 很腼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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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特别形状性 对 我觉得它这题特别好 因为我们在组在一起的时候 还是我觉得还是因为音乐吧 对 音乐 对 要不 来 来一句 来一段 来一段试试 试试吧 我得活动活动手指 活动活动 活动活动 活动手指 这不算 我可以技术稍微慢一点 有点紧张 就是紧张 然后手有点不听使唤 今天就有点半灯台的意思了 一会儿就可以让张老师歇一会儿 我们一起把那个拍手歌 来 我打个板儿啊 朋友们 开始 三十三年过去了 我开手 我开手 我在一起开手 你唱歌 我在一起开手 三十三年过去了 即便张晶老师黏于不惑 因为一份热爱 他依旧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第二天 我和张晶老师相约在他家中 我要为他送上一份 来自三十三年前的神秘礼物 神秘 您所在 你好 哈喽哈喽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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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请请请 欢迎欢迎 哥哥 小狗伯 你叫啥 刚刚爸爸叫你啥 你小名 刚刚 小男人叫啥 哥哥 精神 哥哥 真好 请坐行 坐坐坐 那个我特别想问哥哥 你知道你爸小时候是个大明星吗 看过哪个片子 你看过吗 知道什么点 霹雳贝贝 你告诉阿姨 你喜欢看爸爸那个霹雳贝贝里面 哪个情节 外界人把我老爸抓走了 快走了 两位的相遇跟霹雳贝贝有关吗 没关 对 但是我真的就不认识她之前 我真的就是特别极其喜欢看霹雳贝贝 我是真的觉得跟她认识太戏剧了 那个介绍人11月份应该是 给我打电话说你现在单身了 单身对不起单身 然后他说我有一个人选霹雳贝贝的 我说你别开玩笑 怎么可能 我说我哪有这个命能认识一个明星 然后后来 就因为她当时在徐庆平导演那个 《中原乐》组 不是《急诊室故事》 《急诊室故事》 《急诊室故事》那个组 然后她是一个脾气极其慢 性格极其慢的一个人 一个人能四个小时 连续四个小时 在这个钢琴这样不动地方 因为现在很少有家庭有固定电话了 我们家电话一直都有 就在那个角那个位置 一直都有 为什么 比较紧急的情况 找不着她 我就会打家里电话 我一问你在干嘛 我在弹琴 就是这样 找不着的时候就在弹琴 对 然后一打家里电话就知道了 对 所以我们家一直都保留这个固定电话 不能没有 没有就绝对找不着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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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谢谢大家 谢谢 同年也是欢乐无限 今天我们就要重温一部电视剧 回访80号的快乐童年 谁是我的妈妈 告诉我 谁是我妈妈 别人有妈妈 我也一定会有妈妈的 1992年6月1日 中国第一部神话儿童剧 小龙人在中央电视台首播 剧中描述的神话般的世界 吸引了众多孩子们的目光 这部电视剧 也被当时的孩子们捧为经典 流传至今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 叫小龙人 其实就我记得放假那会儿吧 然后就每天都看 反正就是八天就等着看 那个小龙人嘛 童年成长了一个 很深刻的记忆了 都会模仿里边的一些 画面啊 镜头啊 去跟小朋友去玩 我头上有鸡脚 鸡脚 身后有尾巴 尾巴 我就会这两句了 多年过去了 不仅小龙人独特的造型 一直让人模仿 这首同龄主题曲 更是家喻户晓 人人都能哼上几句 我是一条小青龙 小青龙 小青龙 我是一条小蜜蜜 你有蜜蜜 你有蜜蜜 有蜜蜜 一路流连往返 在这里停下脚步 就这样经过时间 等下个春天 多少人走进过你的世界 多难保 他们的笑 很累 那些美好 却散落的故事 我多想 再见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